这是去地下室 修一个水泵不启动 前面这几个都是配合我演戏的演员 好了,开始表演 首先,客户假装介绍故障现象 两套新山脚降压启动电路 这个时候我要装作没看到故障现象 你起动操作一下 我看一下转不转换 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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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套 很明显,这一套新山脚转换系统 只有兴起,没有转换 就是到几秒钟以后它会转换 它转换靠时间继练器 你再起动一下,我看一下 这完了,整个里边也完了 它转换不掉,然后直接跳了 就把总的那个跳了 把总的那个跳了 这个又得换 换的这个 这个就忘了 这个也跳了 这个也跳了 刚才一启动,这里边爆了 然后把电闸跳了 这个得换,它里边的触点完了 换这个得看接触器线缺电压 220伏带 它为什么不转换呢 新山脚启动要转换 是下面的时间继练器设定时间太长了吗 我想再测试一下 我得拆掉这个主线 这个拆线的时候要注意 这三根主线后边还有个细线 这是个控制线 只拆掉这三根主线 控制线留着,得通电 好了,看一下它这个主电源 双电源 那个跳了,这个自动切换的 就这样就不对了 那启动 它这个启动是 它这个也是在紫色 这样就不对的 停止是启动 停止是启动 启动是停止 再来 他这个是没电的 他这个是被启动 他先把这个改过来 他先把这个给他弄了 把这个给他弄了 把他里边自首的一块给他掐掉 不转坏啊 再开 不转换呀 把这一个主线也拆掉 看一下 你开一下第一个 那你启动一下 看他这个是装换货使的 对 装换的 好 关了 再开第二个 再开第二个 下来装好了 你十年间的几步是吗 看这个一个 十年间的别都坏了 坏了这个后面 第一个 这不再切 不长话 不长话 不切 这个后面 这个就是 现在确定是时间接电器不好 就是时间到了 该转换的时候 它没有 这个直接买个新的头 插上就可以 还有这几个启动停止按钮都不对 都带自锁 换成不带自锁的 焦虑接触器 有声音的 看着不好的都给它换 这三个都换掉 开始拆 很老了这些东西 拆下旧的 换上新的 看一下 拆下这个旧的接触器 里面触点都打没了 短路 就是两个火线之间 发生了打火 触头都打掉了 看这个底座的触点 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呢 三个新的接触器换好了 线也接好了 开一下看看 这样很好 转换没问题 刚才说这个触点完了 那看一下这个电机有没有问题 测量电机线圈 先把电阻档调零 乘一档 电机六根线 测量线圈的电阻 电机越大 电阻越小 看看这三组线圈 测量的电阻 阻值是一样的 这就是好 可以测一下旁边这个电机的电阻 线圈电阻一样的 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电机 电机好不好 能不能转 得看一下 这个电机是好的 是转的 用螺丝刀拨动这个风轮 它是能转动的 看一下这个电机 刚才通电没启动 又好 直接转不动 别使了 而且 纹丝不动 像这种现象通上电以后 转不起来 它这个电流会非常大 所以说那个接触器烧坏 我觉得跟它有关系 您说这种电机 下边转不动 是哪里的原因呢 这样除了那个电机之外 电路没问题了 这一路主线 那先不接 好了 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 故障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